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開始之前都是啦 長期提一提大家 有能力的就是支持Patreon頻道 還有記得Like星期二 Subscribe星期二日報這邊的Channel 好 開始 田警員涉嫌要求年幼的兒子 一起看色情影片自作這宗Cas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不過我想都應該有看 因為他好像已經審了很多天 今天7日在高院續審 其實這件事雖然我有看 因為始終情節都比較誇張 不過我在節目中還沒正式說過 但今天去到所有控方證人都作功完畢 被告就不作自變 但辯方在庭上播放被告和警方錄影的會面 被告在會面裡面 全盤否認事主對他的指控 即是否認了兒子對他的指控 還說他自己 我疼兒子多過疼自己 也說他沒有在家中打飛機 如果警方搜屋的時候 能夠找到任何色情影片 他什麼都可以 案件就會押後到9日作結案陳詞 都簡單略略說說其實這件事是說什麼呢 代號FSL的被告 FSL很明顯 中英文名的簡寫 姓方 姓馮 姓馮 姓富 即是 whatever 被控7項向年齡16歲以下的兒童 即是這件事的被告 即是受害人X 作出或者煽惑作出這個猥褻行為 以及三項作為交替控罪的殘暴對待兒童罪 控罪所涉及發生的事件 發生在2016年至2018年期間 辯方那邊案情依賴被告的錄影會面 以觀看被告受調查時的即時反應 或者根據會面的內容 就說被告很疼這個受害人X 照顧X的起居日常 他否認曾經多次在家裡 威逼X打飛機和看色情影片 他也說X患有隱藏式陰境和包皮過場 有時候有伸手進去 以前小時候可能試過伸手進去褲裏 即是R不雅動作 每一次被告看到X都會責備他 被告就說X自從讀小學之後 就沒有再接觸過X的下體 不過其實之前聽這宗案的案情 都有點匪夷所思 有什麼理由這麼變態呀 老爸 不過這些案件永遠都是 你講一遍 一人都是各執一詞 最後是什麼證據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始終只有你兩個之間發生的事 純粹看看陪審團 就信了那邊公辭 那當被問到 為什麼X會指控他 就是問到X就是那個受害人 為什麼會指控自己親生老爸 那被告就說他都不知道 X究竟是不是受人疏擺 但他就提及過有一次 就是兒子就向他投訴 就是X就跟這個被告投訴 就說婆婆他們和一班人 就迫他去教會 被告就覺得那個教會有些問題 因為他的妻子自從接觸了那個教會之後 態度產生了很大的轉變 被告也都否認和X的兒子 在澳門住酒店的時候 就打飛機 因為他們當晚根本就沒有入住酒店 而是在酒店大堂那裡休息了一晚 被告也都說 他家裡那個CAM 就是家裡的CAM 運作不是正常的 所以根本就沒有雲端儲存影片 所以就否認說 曾經試過直播和妻子行房的時候 逼個兒子看 這件案子說真的 無厘頭的地方有很多 疑點也有很多 但是你說搞謊的人 絕對也有 是誰就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要被我做陪審團 也挺難裁決的 啊 冤枉了那個老爸又不好 他小朋友又沒理由說謊 很多事情都是很兩難的感覺 不過這些都是留給陪審團去決定 只不過 他們9號那天都會有結案陳詞 應該很快都會有判決 好了 到時還有判決再跟大家說 以上的內容就暫時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BYE BYE